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老木匠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给拉扯长大的 王木匠此人身材魁梧 力气奇大无比 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不光是这样 王木匠的木工手艺也堪称一绝 每天找王木匠干活的人数不胜数 这也使得王木匠的家境很快地富裕起来 因此 想要嫁给王木匠的女子也是特别多的 这天 老木匠正在家中休息 突然看到王木匠风风火火地朝自己走过来 便询问王木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听王木匠说道 父亲 我都已经十六岁了 我想找一个妻子 您帮我选一位吧 老木匠听完之后高兴极了 啰啰啰胡须 对王木匠说道 你怎么突然之间就想通了 之前我怎么劝你 你不是也不娶妻吗 这着急忙慌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 王木匠连忙摆了摆手 对老木匠说道 没有为什么 就是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成亲了 他们都纷纷笑话我 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娶妻 一定有问题 我哪里受得了这个气 于是便跑过来跟您说此事来了 老木匠高兴地拍了拍王木匠的肩膀 对王木匠说道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下午就去媒婆那里走一趟 让她给你选一个温柔贤惠的女子做妻子 你就等着吧 当天下午的时候 老木匠便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到城中买了些礼品 提着这些礼品到媒婆家中去了 等老木匠走到城中 最有名的刘媒婆那里的时候 刚好看到刘媒婆在吃饭 便把自己拿的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对刘媒婆说道 她留审呀 你帮我儿子王木匠找一个亲事 到时候少不了你的钱的 刘媒婆随即换上了一副笑脸 对老木匠说道 是你儿子王木匠吗 呦呦呦 那可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我特别喜欢他 您要给他说媳妇 您要找温柔贤惠的 还是勤俭持家的 您提出一个条件 我肯定能办到 老木匠听完之后 脸上笑开了花 乐呵呵地对刘媒婆说道 我也没有什么条件 只是希望他能够温柔贤惠 把家中打理好就行了 毕竟挣钱是男人应该干的事情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钱的 刘媒婆随即乐呵呵地 对老木匠说道 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我手上可有不少漂亮的姑娘 他们可都想嫁给王木匠 我可得给您好好挑挑 您先回去 等一等吧 明天晚上的时候 我到您家中给您说此事 老木匠高高兴兴地点了点头 转身便离开了刘媒婆的家中 刘媒婆看到老木匠离开了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嘴中喃喃说道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老木匠要成亲呢 我哪里给老木匠说亲去 发完牢骚之后 刘媒婆便赶忙吃了几口饭 朝着条件好的姑娘家中走去了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刘媒婆来到了老木匠的家中 刚进家门 刘媒婆便大大咧咧地坐在了椅子上 对老木匠说道 老哥 你是不知道我为了你儿子的这门亲事磨破了多少嘴皮子 总算给你儿子徐摸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姑娘 说到这里的时候 刘媒婆仿佛卖官子似的停了下来 老木匠连忙对刘媒婆说道 到底是谁家的姑娘 能让你说得这么好 想必各方面都不差吧 只听刘媒婆悠悠地说道 老哥 我这样和你说吧 赵秀才的女儿赵秀兰你知道吧 我今天到她家中去的时候 赵秀兰表示愿意嫁给王木匠 你们家可想了大福了 赵秀兰这个姑娘温柔贤惠 女红刺绣样样精通 谁要是把她娶进家门 家里必定蒸蒸日上 步步高升 没过几年 或许就会成为当地的首富 老木匠听了刘媒婆所说的赵秀兰之后 高兴得何不拢嘴 乐呵呵地把刘媒婆送出了家门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跑腿费 随即 老木匠把王木匠叫出来 对王木匠说道 刚才刘媒婆说的话 你应该也听到了 你要知道 赵秀兰这姑娘长得就跟天仙下饭似的 如果她光是这样就罢了 因为她的父亲是当地唯一的秀才 所以赵秀才在她很小的时候 便会给她教一些礼仪之类的东西 这也使得赵秀兰长大之后知书达理 落落大方 你们二人要是成亲 我就死而无憾了 老木匠听出了老木匠的话 重重地对老木匠点了点头 对老木匠说道 我一定会和赵秀兰成亲的 您就放心吧 后来在老木匠和赵秀才的主持之下 王木匠和赵秀兰很快地变成亲了 二人成亲以后 相敬如宾 举案其美 过得十分的幸福 王木匠每天早早地便去木匠铺中干活 到傍晚的时候便会返回家中 陪着赵秀兰 而赵秀兰每天在王木匠走了之后 把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再闲暇之余还会做一些女红刺绣 补贴家用 众人纷纷都说 这二人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这天 王木匠趁着傍晚时分到其他小镇上 给其他人家送做好的木工 万万没想到的是 由于王木匠出发的有些晚了 到了半路的时候 竟然碰到了土匪 只见为首的一个落腮胡子 缓缓地走到了王木匠身边 对王木匠说道 小木匠 你把路给让开 没看到这么窄的路 我过不去吗 你让我过去 我便可饶你一命 要不然的话 就把命留在这 王木匠听完之后 对着落腮胡子鞠了一躬 对落腮胡子说道 我就这么一辆车子 把路给挡住了 实在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着急给人家送货 所以还请您各位给我挪点位置 让我能够过去 落腮胡子此时二话没说 哈哈大笑着 一脚便把王木匠的车子 踹到了山崖下面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车子上面有一根绳子 对王木匠身上绑着 车子掉下去之后 把王木匠也给拽下了山崖 落腮胡子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对着众人说道 兄弟们 看到了没有 跟咱们作对的都是这般下场 今日这个情况预示着咱们今天必将棋开得胜 兄弟们 出发咯 可落腮胡子不知道的是 王木匠的一个好友大牛 本来有一件东西也要送往那个小镇上 等到王木匠走了之后 他这才想了起来 于是匆匆忙忙的打算追上王木匠的车子 让王木匠帮忙带过去 结果刚刚追上王木匠 就看到了王木匠坠下山崖这一幕 可他不敢发出丝毫响动 因为他知道 如果此时发出动静的话 无异于惹祸上身 一直等到落腮胡子 他们走了之后 大牛这才急急忙忙的 往王木匠的家中赶去 给老木匠和赵秀兰说了此事 老木匠听到此事之后 双眼发直地看向前方 嘴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随后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而赵秀兰听到此事之后 也觉得头晕目眩 可看到老木匠已经倒在地上了 于是赵秀兰抢撑着精神 召集了附近的邻里邻居 一起到山崖底下 把王木匠的尸首给抬回了家中 选了一个日子 在乡里相亲的帮助之下 把王木匠给安葬了 从此之后 老木匠便便地萎靡不振 整日拿着一个酒葫芦 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赵秀兰看着好好的一家人 却被一帮土匪给毁了 从心底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这帮土匪给除掉 为自己的夫君王木匠报仇 可赵秀兰连那些土匪长什么样子 都不清楚 又如何给他们报仇呢 于是赵秀兰便想起了当日给自己说 自己的夫君已经坠崖身亡的大牛 便把大牛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对大牛说道 大牛哥 你能给我仔细描述一下 你当日见到的那几个土匪长什么样子吗 大牛听了之后脸色大变 对赵秀兰说道 秀兰 你不会是要帮王木匠报仇血恨 杀害这些土匪吧 赵秀兰点了点头 只听大牛又说道 这些土匪各个身材魁梧 你一个弱女子 要怎么帮王木匠报仇血恨 要不你还是算了吧 赵秀兰立马站起了身子 愤愤地说道 这些土匪草菅人命 杀害平民老百姓 我就算是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除掉他们 大牛 你给我说就说 不给我说 现在就离开 我也不会拦着你的 大牛慌慌张张地对赵秀兰说道 秀兰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 王木匠本来就是我的好友 我只是害怕你为了给王木匠报仇 蒙蔽了双眼 做出一些傻事罢了 随后 大牛便给赵秀兰说了 那些土匪的容貌 赵秀兰听了之后 心中有了一个大概 把大牛送出家门之后 自己急急忙忙地朝着县衙中赶了过去 到了县衙之后 赵秀兰便向县太爷说了 大牛描述的那些土匪的容貌 县太爷听到赵秀兰所说之后 立马拍了拍金堂木 对赵秀兰说道 你可知道 我一直都想把他们抓到手中 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上山的路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上山 顺便留下记号的话 那我便可以把他们全都一窝断了 只不过一直挑不到这合适的人选 赵秀兰沉默片刻 眼珠一转 对县太爷说道 不知大老爷是否知道 这些土匪的山头在哪 我可以做内应 帮你除掉这些土匪 县太爷先是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着 对赵秀兰说道 就你一个弱女子 也想上土匪山 你可知道 就算我们县衙之中武功最高的 也只不过能闯到山腰罢了 上到山顶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赵秀兰此时看着县太爷 随后对县太爷说道 不知大老爷 你觉得我长得如何呢 可能入您的法眼 县太爷看着赵秀兰 点了点头 嘴里喃喃说道 你长得确实漂亮 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可是这和我们捉土匪 又有何关系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 县太爷停了一下 随即恍然大悟般地 对赵秀兰说道 难不成你想用美人计吗 赵秀兰点了点头 县太爷沉思片刻之后 对赵秀兰说道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到那个时候 恐怕不伤一兵一组 便会把那些土匪全都歼灭 就这样 赵秀兰就回到了老木匠家中 对老木匠说道 父亲 我知道您并没有糊涂 您只是想逃避现实罢了 我现在有一季 可以把山上的土匪全都歼灭 只希望您能够配合我演一场戏 老木匠听后放下了自己的酒葫芦 抬起了头 看着赵秀兰 晃了晃脑袋 对赵秀兰说道 不知你让我帮你什么事情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都会帮你做 赵秀兰听到老木匠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对老木匠讲出了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 众人还在休息呢 只听到老木匠家中 老木匠在大声地喊着 你这个贱女人 我的儿子自从把你娶进家门之后 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就被你给客死了 你赶紧滚出我们家中 离我们家远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今天就打死你 说完之后 众人只看到老木匠气冲冲地 朝着赵秀兰便打了过去 还好赵秀兰年轻 看到情况不对 便连忙朝着地下蹲了下来 这才躲过了老木匠的一巴掌 老木匠看着赵秀兰跑了 随手便抄起了地上的一根棍子 朝着赵秀兰便走了过去 一边追着赵秀兰跑 一边嘴中喃喃说道 你这样的女人也配活着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赵秀兰连忙推开众人 朝着山上跑去了 而老木匠看到赵秀兰 越跑越远 重重地喘了几口粗气 大声地对赵秀兰说道 你个扫把心 有本事从今以后你就别回来 克死了我的儿子 只要你敢回来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众人看到这个情况 连忙上前安慰老木匠 并且把老木匠送回了家中 老木匠回到家中之后 这才好像气消了一些 只见老木匠狠狠地喝一口酒 气呼呼地躺在床上便休息去了 众人看到老木匠已经睡着了 并悄悄地离开了老木匠的家中 就在这个时候 老木匠听到众人已经离开了 口中喃喃说道 秀兰 希望你的计划可以实现 那些土匪会被仙太爷给捉住 你也算是给王木匠报仇了 再说赵秀兰 一路小跑着来到山上之后 就看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抄了一条近路 急急忙忙地往山上去了 赵秀兰看到这个情况也没有声张 依旧我行我素地朝山上走去 要知道 那座山的山顶 就是土匪窝的所在地 没过多长时间 天色便慢慢地暗了下来 赵秀兰捂着自己的肚子 便嚎啕大哭起来 老天爷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成亲还没有多长时间 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 我的丈夫竟然就这样被你给害死了 我的命壳好苦呀 哭着哭着 赵秀兰突然听到自己的身边有脚步声 赵秀兰就看到有几个身材魁梧的人 把自己给围了起来 而其中有一个 正是大牛曾经见过的落腮胡子 赵秀兰连忙坐起了身子 朝着其中一位领头的落腮胡子说道 你们这些人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围起来 难不成你们是土匪吗 落腮胡子听到此话之后 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用自己粗糙的大手捏了捏赵秀兰的脸蛋 对赵秀兰说道 小娘子 我们就是土匪 你猜猜我们要干什么 说完之后 朝着自己的手下挥了挥手 那几个手下便走到了赵秀兰的身边 赵秀兰看到这个情况 脸色惨白地对落腮胡子说道 你们不用帮我 我怕疼 我自己朝山上走 落腮胡子看到赵秀兰如此懂事 对着手下摆了摆手 让手下在前面走 而赵秀兰则跟在那些手下后面 与此同时 她偷偷地划破了自己的衣服 心中暗暗想着 我只要留下这些踪迹 仙太爷一定会把你们一网打尽的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落腮胡子跟在赵秀兰的后面 看到赵秀兰走过的路上 有一些痕迹 并立马叫住赵秀兰 朝着赵秀兰的脸上扇了一巴掌 恶狠狠地说道 你这女人竟敢在路上留痕迹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你说你想要干什么 赵秀兰看到自己的计划被识破了 便咆哮着对落腮胡子说道 我的丈夫被你们给害死了 我想让你们为我的丈夫王木江偿命 我有什么错 你要是看我不顺眼的话 现在就把我给杀了 让我早点下去看我的丈夫 落腮胡子看着赵秀兰 歇斯底里的样子高兴得何不拢嘴 对赵秀兰说道 我要是现在让你如愿了 那我岂不是让你高高兴兴地去死了 你在想什么呢 经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对你特别地感兴趣 这样吧 我也不杀你了 你呢 就跟我到山上当压寨夫人吧 赵秀兰连忙摇着头 表示不愿意自己上山当压寨夫人 要么现在就把自己杀了 要么上去之后自己自杀 落腮胡子看着如此刚烈的赵秀兰 嘴中喃喃说道 这娘们性子这么烈 正合我的胃口 兄弟们 咱们上山 就这样 赵秀兰便被落腮胡子给拉到山上去了 落腮胡子回到山上之后 立马操办了起来 让众人准备酒席 并打算在当天晚上和赵秀兰成亲 让赵秀兰成为自己的压寨夫人 赵秀兰听到土匪们开始喝起了酒 便不由地笑出了声 口中喃喃说道 让你们喝酒 你们完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们就会被一窝端的 而落腮胡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赵秀兰的圈套 还和山上的其他土匪一起喝着酒 可是喝着喝着落腮胡子觉得 四周静悄悄的 仿佛巡逻的兄弟们都不再走动了一般 落腮胡子立马朝着还在喝酒的兄弟 大声地喊道 兄弟们 情况不对 快点起来 要出大事了 可那些土匪们都已经喝得鸣鼎大醉了 对于落腮胡子说的话 对于落腮胡子说的话根本冲耳不闻 有的甚至还朝着落腮胡子扔了一个酒碗 让落腮胡子小声一些 就在这个时候 县太爷带领着众官兵闯入了落腮胡子的大厅 看着喝醉的众多土匪们 赵秀兰不是被我给发现了吗 县太爷 哈哈大笑着走进落腮胡子 对落腮胡子说道 那我便给你说说 你抓来的这位姑娘是有多么的聪明 然后你也死得明明白白的 原来赵秀兰当日到县衙之中和县太爷商量 要如何把落腮胡子给捉拿归案 二人思虑半个时辰之后 最终定下了这条妙计 先让赵秀兰回到家中 和老木匠演一出戏 让老木匠把赵秀兰拧出家中 随后 朝着落腮胡子所在的那座山头上走去 城中必然有落腮胡子的那样 看到赵秀兰长得如此漂亮 肯定会把赵秀兰献给落腮胡子 而赵秀兰趁此机会 在路上留下踪迹 让县太爷他们上山抓捕落腮胡子 落腮胡子听到这里的时候 大声地对县太爷说道 不可能 我当初明明已经发现他留下的痕迹了 并且把他留下的痕迹全都抹除了 你们为什么还能够发现上山的路呢 县太爷冷冷一笑 对落腮胡子说道 我知道留下的踪迹肯定会被你给抹除的 所以留下踪迹只是假象 我在赵秀兰的腿上绑了一个小水袋 水袋中装的是母狗的尿液 只要赵秀兰走一步 便会在路上留下痕迹 这深更半夜的 你又怎么会看得到呢 后面的事情 我就不用说了吧 落腮胡子看到 县太爷身边的 养殖威风凛凛的大狗 摇了摇头 嘴中喃喃说道 王我大彪一世威风 结果却败在了一个女子的手中 后来落腮胡子和众多土匪们被斩首失重 县太爷因为给当地除了一大祸害 被百姓们称之为青天大老爷 后来因为此事居然还升为了知府 管理着一方百姓的安危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此事之后 赵秀兰便和老木匠待在家中 在闲暇之余 赵秀兰会帮助人家做些女工活补贴家用 除此之外 照顾着老木匠的衣食起居 直到老木匠终老 而自从老木匠去世之后 大明府中 谁都没有再见过赵秀兰 竟然就此消失不见了 可说来也是特别奇怪 自从赵秀兰消失不见之后 大明府中却多了一位女侠 尤其喜欢劫富济贫 帮助一些穷苦人家 众人都称她为济师菩萨 赵秀兰虽说是一个柔弱女子 但是却做出了许多男子 都干不到的事情 她不光帮助现太爷抓到了土匪 还替自己的丈夫 履行了照顾老木匠的责任 后来竟然还成为了一代女侠 希望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也能够像赵秀兰一般有着自己的担当 知道自己的目标朝着目标 不断前进 生活虽苦 但要勇往直前 让我们一起加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